咬肌不对称怎么矫正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唐岳林 西安市第四医院 医美与整形病院 主治医师 咬肌不对称 它肯定就是大小的问题 这样的话 就可以通过注射 注射用A型弱毒毒素的方法 这样的话就是说 如果大的一次 比较明显的话 我们先建议 先调整大的一次 先注射大的一次 让它瘦下来 然后再对比 看一下两侧是否接近 如果是 两侧大的不是很明显 可以就是说 注射不同的剂量 首先就是在生活中 我们尽量 就是吃一些坚硬的食物 嚼口香糖 这些 坚果 喝瓜子 牛肉干 首先还有一些人 就是说 它就是磨牙 无法避免了 但是我们建议 就是规律性的治疗 就是 你间隔四到六个月 注射一次 A型弱毒毒毒素 避免吃这些坚硬的食物 能维持的时间更长一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茹